今天天氣超級好 然後我現在準備要去剪頭髮 要趁還有自己個人的時間趕快把想做的事情做一做 然後我現在可以確定的是我會把長度稍微修短一點 但其他部分就還沒決定 等一下先跟那個設計師討論看看 看見出來成果如何 先給大家看一下剪完頭髮的樣子 最後剪的長度剪蠻多的 然後前面其實剪了小瀏海 但是我自己還是覺得有點看不習慣 但是因為只有剪一點點 所以往旁邊剝的話看起來就是還是沒有那種瀏海 我覺得還OK啦 然後他剛剛幫我就是做了造型 但我個人覺得有點太捲了 所以回家之後我就先把它稍微弄直 然後把它綁起來 就現在感覺稍微比較自然一點 對 然後我等一下要先來包裝一下姐的生日禮物 就之前就已經買的 現在準備要去包裝 直接先開箱一下我買了什麼給她 這個是 Hello Kitty的剪鉗筆機 因為她現在就是做作業的話都要用彩色鉗筆嘛 然後反正就會容易畫到就是沒了 就要剪鉗筆 然後之前呢我們家有一個 我小時候就在用的剪鉗筆機 然後沒想到她還可以用 但是呢姐姐畢竟還是比較粗魯一點 她用沒多久呢 那個剪鉗筆機就正式震亡了 所以我就上網幫她買了一個結藝型的 但不知道好不好用欸 看起來是挺可愛的 很實用 那希望說有了這個之後 她做作業會比較開心一點 就是有動力你知道 把那個彩色鉗筆削短一點 然後就可以繼續畫畫了 然後另外呢是這個 就是樂高啦 其實這個原本是他們學校 就是那個什麼 聖誕節的時候可以玩交換禮物 然後我就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那一天我們就臨時家裡有事情 就沒辦法大家去上學 所以我們那一天就請了試駕 最後就沒有參與到交換禮物的這個環節 然後我想說好像沒關係啊 反正也可以拿來就是直接當她的生日禮物 因為她前陣子 我們家本來就有些樂高 她就玩得很開心 都會自己組裝啊 拼出很多不同的樣子 我想說她應該也蠻喜歡這個的 希望這兩個禮物她會喜歡 先要來包裝囉 今天要幫姊姊慶祝生日 然後我就隨便找了台北家附近 有沒有賣氣球的 來碰碰運氣 走 走 我要先點按 我先點按 點按就知道了 結果媽媽去哪裡 超級快樂 是嗎 你手不要裝 我們等一下去看看有沒有好看的氣球好不好 好 看起來很漂亮耶 喜歡嗎 你有沒有期待她沖起來的樣子 等一下阿姨會幫你沖好不好 等一下阿姨會幫你沖好不好 姐姐 漂亮嗎 開心嗎 開心 欸不要這樣 耶順利買到氣球 還蠻可愛的 隨便挑了三種 也是姐姐喜歡的顏色 Happy Birthday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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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派對現場 就是簡單的佈置而已 就是今日 喔不是今日 禮拜三的秀心 Ready 對於這個佈置現場 喜歡 喜歡 喜歡喔 自己還會做效果 等一下準備吃飯囉 對 通通 耶 一二三 耶 耶 嘿 嘿 好好笑喔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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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開始 Happy Birthday untuk Museum HAVE HAPPY BIRTHDAY 吃什麼? 吃什麼? 耶!生日快樂! 失散了! 耶! 一、二、三 耶! 好,那阿公幫你切第一個給你 好不好,因為你是壽星 ok?然後給你草莓 好不好,你可以選你要的水果 葡萄 還有咧? 全部都來一個嗎? 全部都要 好吃嗎? ok 請問剛剛唱歌的時候為什麼要哭 嗯? 為什麼?你怎麼沒唱歌? 你要再唱一次嗎? 好 好,開始,預備開始 吃酷喔 蛋糕好不好吃? 好吃 這個是婆婆送你的 婆婆謝謝 耶! 好棒喔 媽媽請幫忙打開 好 這什麼? 紫色的衣服喔 好漂亮喔 你只在乎貼紙是嗎? 傻眼 耶 嗨大家 我現在要來開箱 我要開箱 這是Riley要四歲生日了嗎 然後我就有上網訂了 就是可以送給幼稚園同學的小禮物 然後我今天早上去取貨了 現在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就是真的是送小禮物 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送到很誇張 很就是很豐富的禮物 像我之前那個Riley就有收過同學送的 我就覺得哇塞這個好像有點送的 沒有到貴重但是就是那看起來就很豐富 就覺得哇這樣會不會給其他小朋友或家長一些壓力 但我覺得反正就是心意比較重要 所以我現在就是來開 我訂了30份 哇蠻可愛的耶 它這個包裝 我先把這個拿下來好了 長這樣 蠻可愛的耶 嗯 這是有一個餅乾 然後它的餅乾是最簡單的種 因為可能有些如果是糖果啊 有些家長不見得願意給小孩吃 就是算比較健康一點的飛機餅乾 然後旁邊是那個 這個算彩色鉛筆 我怎麼記得我訂的是那個啊 我以為我買的是彩色筆耶 但也蠻可愛的 它這個小包裝 超可愛的耶 然後這個小袋子 You have me at hello 什麼意思 很可愛耶 然後就這樣一人一個 到時候應該是 因為家長不會進去 家長就是把一整個 就是禮物的巷子 可能就交給老師 然後他們可能 就是大家都到齊之後 可能就會請壽星發吧 我也不知道 到時候再問看看老師那個程序 然後之前就有跟Rally講說 欸你要生日了 那你要送禮物給同學 然後他就說我不要 他可能想就是 站為己有 就是有什麼禮物他自己拿 希望他明天帶去學校會很開心 這是包裝紙 然後走開 看裡面有什麼 叔叔阿姨送你的生日禮物喔 吃的 喔這個欸 那個是你跟二寶可以一起吃的餅乾 如果你不要的話 這是給二寶吃沒關係 好 有兩包餅乾 還有勒 這什麼 指甲油 喔我的天啊 是不是你跟恰吉阿姨說你想要的 你可以弄在指甲上的嗎 啊這個是什麼 釣魚 釣魚的 等一下來玩好不好 我要玩這個 啊你要跟他們說什麼 你好好說快點 謝謝恰吉阿姨 還有很多阿姨跟叔叔一起送你的喔 媽媽你幫我吃 我先選一個好不好 這個 這個 這個嗎 你從哪裡撕的 他應該都長一樣好 那譬如說我先從小拇指開始 這會不會太大啊 大拇指開始貼 你說給大家看你這樣子 你要這樣子阿 有沒有好美 對對對 對對對 好漂亮喔 喜歡嗎 喜歡 5 6 and 7 8 and OK 1 2 3 4 5 6 7 8 5 6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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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然後我就想說在家裡趕快把那個舞學一學 但真的超級難 幹我不得不說這樣跳一跳 其實運動力還蠻大的欸有流汗 然後現在準備要去上班了 2024年的雨球第一站今天開打 有點興奮 但又希望我的喉嚨OK 因為現在是咳都不停 Wish me luck 來吃觀眾推薦的魚丸麵 我有點綜合的就是有大魚丸跟小魚丸 然後細麵 看起來非常的簡單 就是清湯 而且我真心覺得我只要雨球啊 是排自己播下半場的話 上半場會打超級快 所以已經提前了 待會一個半小時吧 但因為第五場還沒打完啦 剛剛打完第一局不知道會不會要打三局 然後如果我自己播上半場就會 上半場打很久 所以我覺得 BWF就是一直在搞我 就是如果下半場的話我前面就會趕得要命 就我已經很早出門了 先吃一顆小魚丸 先吃一顆小魚丸 怎麼說 剛剛大悲劇 我吃了大魚丸的時候它整個噴漿 然後噴到我的手機 剛才擦一擦應該是還好 好好笑喔 沒有想到它這麼多隻 都還好亂喔 現在準備要去投票了 嗨 今天是投票日 我剛剛投完票了 我還記得上一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是在2020年1月11號 那一天是我剛生完Riley的隔一天 然後那時候本來想說要不要去投票 可是因為我是剖腹產 所以最終就放棄上一次就沒有投票 但我不得不說我平常其實不是一個會關心政治的人 但這一次就是有臨時報佛教 就看了一些可能節目啊 聽了一些Podcast 有去研究一下 那我就想說 就是還是要去投票 表達名義 對 然後現在準備要去上班囉 超好笑跑錯棚 傻眼 今天播NFL 那今天上半場五場比賽 轉播工作到這邊告一段落 今天非常感謝蔡明老師帶來精彩的講解 我是關注所有轉播同仁 非常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一場比賽再見囉 拜拜 拜拜 謝謝